各位网友, 大家好,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 留言, 赞和分享, 最佳开幕的钟社, 让新片可以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话, 鼎鼎广告 在上个月中左右, 方坚传说中海将启德一号一期和二期的商场卖出了, 因为市场对他卖出价的资讯都很乱, 有人说他卖了9亿, 有人说他卖了8亿, 有人说他卖了6亿, 我见资讯这么混乱, 即是有人在乱放风, 我免得跟车太贴, 所以就没说, 终于等到填土听登记, 证实卖出是6亿5千万, 我觉得中海卖出这个项目的价钱是便宜到一个点, 可以说是占卖, 这个位置已经没得再输, 在启德站的对面, 只是这堂15个商场铺加上总面积是35,140平方尺, 只是用个买入价取这个面积, 每平方尺都是18,497元, 现在两个商场每月的总租金是有282万, 包括地产代理, 酒楼, 超市, 饼店, 衣务所, 现在这个新买家起码有5厘2的租金回报, 但这个项目还包含5厘2的租金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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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项目还包含5厘2 50个私家车位, 6个电单车位, 和有14个外场广告登商, 当我电单车位广告登商那些不算了, 即是50个私家车位, 300万一个最近的成交, 这里都已经1亿5千万, 如果6亿5减了1亿5千万车位, 除了面积, 每平方尺是14,200元而已, 楼上的住宅, 限定都过2万, 地理位置又有优势, 将来又有发展, 为什么要这么便宜呢? 在3年前曾经在市场低调地放过, 当时叫价是12亿, 如果以今次6.5亿的成交价计算, 等于砍价46% 中海是国企, 理应不会等钱花, 你现在去掃云全香港港九新界, 还有什么铺位可以给到5厘回报, 老人远都没得 买家这位幸运仪是谁呢? 就是有街市大王之称的新晋铺王建华集团 在2021年12月份, 启德区同样有一个类似的基座商场铺成交 是大陆发展商合景泰富发展的上津营, 位置来启德站稍微软一点, 都是分两层, 地下6000多尺, 一楼5000多尺, 总面积12217尺, 卖了2.8500万, 每平方尺23300元 没有车位送的了, 买家同样都是建华, 即是这个项目的赤价买平三成半至四成 另外昨天恒隆的陈启宗在年报上发表董事长至股东咸, 他是不是唱衰香港, 大家听一听 他认为香港的经济可能已经过了高峰了, 未来几年都未必能够再有辉煌的成绩 他说中美关系恶化以及去全球化的趋势之下, 大规模经济脱欧是不会发生的 但怎样都会造成伤害, 会引致经济的纷争, 从而提高营商的成本, 而且会大大加剧通胀 而香港一直好好扮演的中间人角色将会被调整 他说部分以前主要的贸易伙伴今天对香港的发展不再重要 以前不熟悉的贸易对象会逐渐显出作用 资金会随着贸易而流动, 香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也必须调整 其实这个意思是很隐晦, 即是以前我们做开生意那些, 将来未来可能没有生意做 以前跟香港没有做过生意的地方, 慢慢就会做多些 他说关于香港的房地产方面, 香港的地产市场就不会太差 表现最好应该会是豪宅市场, 但一般的住宅市场将会变得更加商品化 这段要听清楚了, 他语气很斩钉截铁 本港的土地短缺问题不用多久就会成为过去 楼价必然会因为这样而受控 从他所说的说话之中, 你觉得他对楼市是看淡还是看好? 其实我所听的不是他第一个这么说的, 之前澳陆资本赛金强都不断强调这两样东西 他说未来香港这个超级联络的角色将会消失, 而房地产是不值得再投资 陈启宗还说内地机会处处, 放去这些机会的人, 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一辈, 说他是不配得成功 他说他知道很多来自北美, 欧洲, 甚至非洲的人, 在内地的业务都蒸蒸日上 他说香港的年轻人为什么要顾暴自封? 我觉得陈启宗说这些都是废话来的, 他不应该跟香港人说 他应该跟大陆准备申请来香港那几万个优财说 说到大陆那么好, 你申请来香港托炮吗? 我觉得如果你的企业在香港搞到有声有息, 准备回去大陆赚他们钱 我觉得这些就是正常 难道你叫香港的年轻人一毕业后, 回去跟他们育博? 跟他们争饭碗? 现在大陆九元的工厂 知不知今年有多少大学生和石士生失业? 最近大陆大学毕业生有个新兴职业, 叫做全职儿女 负责照顾老爸、老母、爷爷、阿嬷, 一人给一千多元 不用出去受人气, 又不用出去外面跟人争 另外早前也有说过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庄慧敏和骨科医生丈夫赵明宇 摄云在黄报医癌超市偷东西 偷了一个西瓜、一个蜜瓜、两包布甸、两包蓝莓、两包刺身、一包壽司、一包鸡 总共是1632.8 两人否认盗涉罪, 在受审时两人自辩 他说当日是因为挂着女儿, 所以一时分心将未掃描的货品放入袋里 又说警察误导他们招工, 说偷来自己吃 案件在今日下午在九龙城法院裁决 法官梁雅欣裁定两人怀有不诚实意图 而且一同行事, 选择性掃描货品 并且清楚知道对方的行为 照这样看应该很有默契兼且惯犯 最后轻判每人罚款五千 底下, 偷都偷一千六百多 现在罚得一万元 医管局现在不是很够人 所以没办法, 是不可以没了两个医生 另外想说一说, 不知道是否因为杨子瓶那套奇异旅合挽救宇宙 做得太好了, 拿得太多奖 搞到成龙变了一条宣虫 除了在奥斯卡之前, 传了一条短讯和杨子瓶说 你知不知道导演本身是找我先的 他近日又有伟论发表 他自爆当年减少荷里活拍电影 是至今仍然觉得令自己自豪的事 他又指出有多名知名的演员 请教他荷里活发展的提示 他反劝对方好好留在内地发展 这些说话会不会在宣中? 另外他日前出席北京宣传新片的手影礼又出事 他说及现今的影坛演员只注重外表和流量 令不少新入行动作演员苦无出路 真正的动作演员越来越少 不像我们那一代 你懂功夫打得好就可以做男主角 现在英俊就可以了, 高富岁更加好 不会打没问题的, 可以找替身 他说比喻我现在想拍《罪权3》 就找何坤成家班的人演出 想找投资者, 一千万都找不到电影公司老板投资 老板一听到男主角是何坤就耍手另头 如果换转是逆阳千帅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应该是大陆很出名的演员 四个亿的老板都肯给 他们现在只要流量, 有人气就可以了 很多真正会打功夫的年轻已经没机会了 只可以做龙虎舞师 孙重虽然无意针对逆阳千帅 但已经被网民围绕他 网民力支持逆阳千帅 实力和人气共存, 而且能够吃苦 大家都愿意找他, 不是单单他的流量 而且有网民支持他, 他是一步一脚印的捱出头来 不是花瓶, 他演出张艺谋满光雄的时候演技备受正评 而且有支持者说逆阳千帅经常都很拼命 经常都会受伤 如果你这样说, 即是抹杀了他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年代已经再不是属于他的 包括香港和大陆市场都是一样 早点退休, 不要整天葡萄别人 不要酸恋恋, 不要咳咳咳咳咳 可能还留下一个好一点的印象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 留言, 赞, 和 分享 最先开个钟, 欢迎免费订阅 欢迎免费订阅 我 tą过去 每年结束 我 你想要